第十六章 儿童步态分析 运动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受到骨骼排列、关节运动范围、 神经肌肉活动与物理定律相互影响 在儿童先贴性畸形、发育性功能障碍、 激发性问题如节肢或创伤 以及蜕变性改变等 都可以干扰相互作用因素间的平衡 导致步态效率的降低 为确保选择最优的干预措施和提升行走能力 在进行物理治疗或骨科手术干预前 进行系统性的儿童行走模式的评估非常关键 观察步态分析是一项用于记录 关键步态偏差的工具 结合全面的临床检查 可用于确定行走问题的潜在病因 当步态异常的病因不清楚时 人体运动学分析可提供客观的竖琴 术后运动学 动力学 以及机电图数据 用以帮助指导临床决策 并对获得的干预效果进行评估 这些可使治疗专业团队理解步态异常本质 深入探索病因 以及预测可能的治疗方法 非常明确的一点是 步态分析可以客观地评估 经过改善步态的方法干预后 其获得的临床效果数据 步态分析涵盖了从简略的观察患者的行走模式 到获取一份包括三维运动分析 机电图以及能量测定在内的完整的计算机数据研究 这一章将会介绍这些方法的实际临床应用 成熟步态的形成 做了一项关于儿童从早期行走到十周岁年龄的横断面研究 他们发现 当儿童刚开始行走的时候 他会使用一种高度保护姿势 即双肩外展 双肘曲曲 整个步态周期中缺乏斜条的前臂运动 并且宽部通常是外旋状态 在支撑项 膝关节相对伸直 在初始着地时 膝关节表现为 褶曲角度增加的前足着地模式 通常情况下 使支撑面较大的步态 利用明显的环形运动 使外旋并伸展的下肢 完成足扩倾 随着儿童年龄增大 其步态开始更加接近成人步态 到两周岁时 前臂摆动变得协调 足跟着地开始出现 类似于成人足跟着地模式 摆动向黄关节背区的存在 允许下肢的扩倾 此外 单下肢支撑项时间增加 反映出下肢支撑项的稳定性更大 到三周岁时 大多数成人的运动学模式开始出现 然而步态要到七周岁左右 才趋于成熟 这时候 成人步态模式已经完全出现 作为步态成熟的标志 五个关键性参数显示出 恒定的变化模式 一 随着年龄增大 即发育成熟 单下肢支撑时间增加 二 随着年龄增大 即下肢长度增加 步速增加 三 随着年龄增大 下肢长度增加 并不频降低 四 随着年龄增大 即下肢长度增加 不服增大 五 随着年龄增大 即发育成熟 科间距 与骨盆宽度的比率下降 TOD等 依据对324例能够行走 儿童所做的2416次观察 所得的步速 步频 步长 和体重数据 设计了一个能够代表 正常步态的图表 该图表 可以帮助临床医师 判定步态改变 是仅仅用于生长的缘故 还是一些临床干液引起的 步态参数改善 即步长 步速 步态分析实验室 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 在美国 临床步态分析 最常见的应用 是用来评估发育性功能障碍 特别是脑瘫 以及脊椎脊膜 蓬出儿童步态 这些儿童 有非常复杂的步态问题 并合并潜在的神经损害 临床上 全面地评估这些患者 往往非常困难 而步态分析 在制定治疗方案方面 有着非常帮助 研究了91例 根据有经验医生 建议需要手术治疗的患儿 基于步态分析的结果 对这些建议进行比较 步态分析数据的加入 使手术费用降低 同时也避免了 不恰当手术方式 带来的潜在的不良后果 另一项类似地纳入 97例患儿的研究显示 在进行步态分析数据评估后 治疗方式改变比例 甚至更高 总之 这些研究指出 将生物理学步态分析数据 作为手术决策制定过程中的 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价值 新兴的外科手术技术 以及脚型支具的日益发展 获益于步态分析的相关研究 临床通常遇到的问题是 是否需要佩戴脚型支具 以及佩戴何种类型的支具 有研究报道 在治疗脑胆性瘫痪 脊髓脊膜膨疼 等疾病怀而同时 评估不同设计脚型支具的 临床效果 如固定的 还是带脚链的AFO 检震装置 以及弹片式 这些研究表明 在选择的患者中 佩戴合适的支具 可带来行走模式的改善 但是 即便是在佩戴支具情况下 步态及功能缺陷 通常持续存在 脑性瘫痪 脑瘫是在运动和姿势形成过程中 出现的持续性症候群 导致活动受限 其归因于 发生在胎儿或婴儿脑 发育过程中的 非建成性异常 脑瘫的运动障碍 往往合并有感觉 知觉 认知 交流 和行为异常 癫痫 以及激发骨骼肌肉系统的问题 脑瘫的定义表明 脑瘫是作为症候的 复合体 因为它不仅影响大脑皮质 也影响全部的脑功能 针对步态 则是对骨骼肌肉系统功能的影响 脑瘫患儿 遇到的问题 脑瘫患儿 有很多激发于脑损害的问题 运动控制障碍 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包括 难以自主的移动下肢 即便患儿 不存在很严重的痙瘫 即软瘫 例如 因为患有轻微偏瘫的儿童 即使是颈骨前期的肌力相对比较强 也可能持续存在足下垂 由于在摆动上 缺乏自主 激活肌肉的能力 昏儿族 仍处于极度折区 并且下肢的扩清能力下降 平衡对于大多数脑瘫患儿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该异常的病因 仍然不十分明确 然而 它可能激发于小脑和大脑 和其他部位 更高级中枢的大部分之间的连接不良 以及下行到脊髓的神经元连接不良 共计失调特征 表现为支撑面较大的步态 在多个不服中 不宽时常改变 在处理脑瘫患儿 经元问题上的进步 揭示了脑瘫患儿存在明显的 潜在性激励减退 既往临床案例表现 经元型脑瘫儿童 实际上可以凭借经元的肌肉力量 站立起来 甚至也许可以走几步 学者研究表明 很多经元型脑瘫的儿童 有明显的激励减低 采用强化的物理治疗方案 可以帮助改善大运动功能 也许对脑瘫患儿 最有意义的步态问题 可能来自于运动障碍 经元定义为肌肉 对快速牵伸的过度反应 而经元的评估 往往需要通过反射锤 在肌垫上敲击 古四头肌的阳性反应 在冰刃带上敲击后 膝关节伸直 行走过程也会导致 快速地牵伸各个肌垫 例如古四头肌 在双支撑向两个石像 承重反应期 即摆动前期快速延长 锅绳机在摆动向的后半段 也会延长 这时膝关节伸直 为接下来的足根着地 做好准备 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去理解痉挛的概念 就是要认识到 几乎所有的行走动作 都是反射趋势 大脑最主要的角色 是对该反射弧 执行负向移植效应 大脑损伤后 意识性调节就会减低 而肌肉水平上的 兴奋反射弧活动机制 表现过度 对于痉挛 已经有很多的治疗方式 包括选择性 及神经后跟切断术 肉毒素注射 以及口服药物治疗 这些治疗方法 联合物理治疗 使痉挛状态降低 可显著改善 严重痉挽孔患儿的步态 肌张力障碍 在严重受累的患儿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目前认为 其根源是大脑肌腿结问题 表现为明显的姿态障碍 尤其是沿着旋转长轴的问题 肌张力障碍的儿童 通常需要借助轮椅 或住行器转移到床上 他们可能有严重的姿势问题 以及上肢或下肢的伸展问题 持续的心生反射弧形成 对于肌张力薄弱 治疗方式较少 尽管 窍内八路分泵可能有帮助 然而直到今天 窍内八路分泵 对于患儿行走功能的影响 仍然没有完全被缠名 其他的运动问题 包括手足徐动症 这是一种扭转运动 着类及手指 上肢及躯干 这类症状通常发生在 和黄胆 以及高胆红素血重的儿童 通常影响大脑的肌底神经节 进而导致这些异常的运动 此外 往往伴随着供气之调 进而导致不稳定的步态 并办有大量多余的动作 脑瘫和步态的分类 脑瘫最常用的分类 是经典的按照 受力肢体部位划分 四肢瘫 所有的肢体受力 双下肢瘫 下肢瘫重于上肢 偏瘫 身体的一侧受力于 多于另一侧 还有其他亚分类 如三滩、单滩 以及双重偏滩 双侧上肢 受力重于双侧下肢 然而 这种分类系统 有很多问题 并且观察者之间 以及观察者内部的 可靠性降低 HERF等在描述步态时 把患者分为 社区活动者 家庭活动者 和治疗活动者 这个方法 把患者纳入不同的组别时 在可靠性上 亦有很大问题 粗大运动功能分类量表 具有良好的观察者之间 以及观察者内部的评估可靠性 并提供了一系列描述 儿童运动功能 包括从独立跑 或行走跑 倒需要借助 轮椅行动 粗大运动功能分类量表 为脑瘫患而 不探问题的标准描述 因为它为临床医生 和研究者 提供了共同的语言 然而 粗大运动功能分类表 仍有一些局限性 比如 患者可以在短时间内 行走良好 但当它行走距离稍长一点 它可能需要使用轮椅 为了处理这些局限性 学者设计了功能运动量表 借助它们的行走能力 进一步细化分类 能够行走的幻儿 如 5米 50米 500米 当合并使用粗大运动 功能分类量表 和功能运动量表时 就会提供有关脑瘫痪而行走能力的清楚画面 另一个工具 功能评估调查问卷 寻找儿童及监护人各种各样的问题 只单判定儿童短距离行走能力 以及处理普通建筑障碍的能力 如 限制物 不平坦的地面 楼梯 也会评估更高级的活动能力 如在不平坦的地面跑 和爬行 除了以功能为基础的分类工具 也可以利用量化的步态分析方法 来判定是否为正常步态 基于三维步态分析技术 利用正常行走模式偏移法 设计了一套正常步态系统 这个初始的系统已经被延伸 并且通常被认为是 Galator步态指数 它可以用来作为干预前后的评估 判定特殊的治疗 如物理治疗 痙攣处理或骨科手术 是否改善了脑瘫痪儿的步态 脑瘫痪儿特定的步态问题 在儿童 观察性步态分析 和仪器三维运动分析 常常用来确定行走过程中 异常的运动模式 为了确定潜在偏差的原因 需要完整的临床评估 人体运动学积电图 用来确定潜在的肌肉偏差的原因 学者通过研究 200例脑瘫痪儿的临床测量 如强制状态 运动范围 选择性关节运动 和量化的步态分析的关系 发现强度变量 和量化步态测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仅有23% 达到一般或中等关联水平 而在步态分析数据和强制状态 选择性关节运动 以及运动范围的测量关系上 报道的百分率很低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 在判定潜在偏差的原因时 临床测量数据和仪器步态分析数据 都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 这些工具可以协助做出明确的临床决策 并指导确定最有效的临床干预 脑瘫痪儿的步态异常 可以影响宽、膝怀的运动 偏差常常跨越多个关节 宽关节 通常情况下 有三个重要的宽关节偏差 影响脑瘫痪儿 它们可以单独存在或同时存在 内收 当脑瘫痪儿宽内收期 及趋肌痙卵并且伴有宽外斩肌 和伸肌力减低时 会带来肌肉的不平衡 这样引起有少许行走能力 或不能行走的 宽关节的拖位或半拖位 宽内收增加通常激发于 宽内收肌的痙卵或蓝缩 当瘦类肢体摆动越过对色肢体时 步态出现异常 区区 激发于小药肌及其他宽区肌 如缝降肌 甚至骨质肌的痙卵 及蓝缩 引起的宽关节区区增加 可导致明显的步态异常 过度的宽关节区区 大腿相对于骨盆 可限制儿童的下肢 在支撑向末期达到后身的能力 因而导致步场短缩 此外 增加的骨盆前倾 亦增大腰椎的前突 维持区区身体姿势的稳定 可能需要使用辅助装置 或增加身机的活动 骨骨前倾 一些患儿在发生 宽关节的一个明显问题 是激发于骨骨前倾 增加的旋转异常 所以的杠杆壁综合征的原因 是持续的胎儿骨骨前倾 由于宫内的体位因素 大多数儿童出生后 有明显的骨骨前倾 然而 在一个不能良好行走的儿童 尤其是那些可能存在轻微的 宽关节区区乱缩的儿童 骨骨生理性的去旋转 可能性较小 这种去旋转作用 被认为是发生在 骨骨头与卡骨前人带 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脑胎儿童 骨骨前倾的增加 通常合并有 颈骨扭转增加 即偶尔出现的 褶内翻的增加 这样可以引起 显著的内八字 足内偏角度增加 在行走过程中 旋转增加通常被误诊为 内收及紧张 因为宽部看起来 像是内收 并越过对策肢体 也像是 患而增加了膝关节外翻 随着时间推移 如果骨骨的前倾未被矫正 颈骨表现为 严重向外扭转的姿势 导致严重的 力线排列异常 包括过度的骨骨前倾 颈骨向外扭转 以及怀足的外翻位置 既然导致脑瘫患而 颈骨不稳 杠杆壁综合症的严重性在于 无力且痉挛的肌肉在生物力学上不正常的平面上发挥作用 将不能产生正常的肌肉活动 行走能力将进一步减低 学者描述了脑瘫患而影响膝关节的四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在脑瘫患而整个身体受累的情况下 单独划分出任何一个关节都是非常武断的 然而把问题分成单独的几个部分 理解脑瘫患而复杂的步态是非常有帮助的 跳跃步态 跳跃步态定义为增加支撑向 宽膝曲曲 以及怀关节褶曲下垂 这是静卵型双摊儿童最常见的步态模式 通常伴有杠杆壁综合症问题 以及膝关节僵硬步态 敦伏步态 与敦伏步态相关的特征是 姿势包括支撑向宽膝过度曲曲 以及怀关节背曲增加 或称足跟步行足 这通常是由于跟腱延长后 没有处理宽膝曲曲软缩 所引起的一元性问题 它可以是部分脑瘫患而自然病逝的一部分 尤其是合并足外翻且肥胖的患儿 这些儿童步态也可以存在膝关节僵硬步态成分 膝关节僵硬步态 膝关节僵硬步态定义为 在整个步态周期中膝关节活动范围减小 然而 大多数僵持膝关节步态 带来的问题发生在步态周期的摆动向 在这个实际上 表现为膝关节区区 峰值减低并延迟 这样不仅阻止了正常测下肢的扩清 而且妨碍足在下一次接触地之前 预先放到合适的位置 潜在的原因包括 股四头肌任何一个头的过渡活动 竟然限制了膝关节区区的能力 偶尔在摆动前期 过程机的过渡活动阻碍 股股随髋关节向前活动 因而剥夺了肢体在该时向膝关节 正常被动区区40度的活动 有这种不态异常的患儿 在步态周期的摆动前期 通常运用带长性运动 来增强下肢的扩清能力 主要包括同侧肢体的内收 整个下肢的外旋 对侧肢体的抬高 试图扩清足 并把足放到合适的位置 以便于初始着地 膝瘫痪患儿四个主要的 膝关节问题中不常见的是膝反区 也是通常所说的膝关节过深 这屈膝的睛弯或蓝缩 可通过阻碍支撑向颈骨前进 与骨骨和身体的移动 有相同的速率 导致膝关节反区 当患策下肢支撑时 膝关节进入反区 膝反区另一个不太常见的原因 是发生在膝关节锅绳肌 过度延长术后的儿童 在这些病例 支撑向的膝关节过深 是激发于锅绳肌功能的丢失 即原本过程机 可以提供静态或动态的 限制性力量 学者进行脑瘫痪而 尽端接受过程机 松解术后的随访研究发现 64个治疗后的膝关节中 只有很少的比例 接下来发展成为膝过深 膝过深也是轻微的 5度至10度 平均的随访时间是9年5个月 足和怀 脑瘫痪而在足、怀方面 主要存在四个显著问题 马蹄、过度褶躯 足跟步行足 内翻和外翻 它们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以同时存在 马蹄、过度褶躯 怀关节褶躯增加或马蹄 是激发于小嘴三头肌 精卵或蓝缩 接着一起怀关节褶躯 患而只能靠前足 甚至阻止行走 这是脑瘫痪患而 最常见的步态一场 足跟步行足 足跟步行足 是怀关节过度背躯 尤其是在步态周期的支撑项 这经常出现在 敦服步态 以及激发于 跟腱延长术后 这通常是对一次治疗 进行多水平手术 使用一次性手术处理 所有的畸形的概念 缺乏相关知识 导致的医院性问题 比如 一个跳跃步态 并伴有马蹄畸形的患而 同时也应该手术处理 锅绳肌蓝缩 及髋关节曲曲蓝缩 紧型小腿 肌肉延长术后 出现的足跟步行 足踝关节发生率的差异 主要取决于 患而性别 以及手术时的年龄 在一项包含134例 脑瘫患而的研究中 在经过年龄因素调整后 女性患而 叫男性患而 在脚腿肌肉延长术后 出现足跟步行足的概率更高 患而在8岁前 进行该手术 叫8岁后 更容易发生足跟步行 内翻 怀 足内翻肌型 通常发生在 痙攣型偏瘫的儿童 存在禁骨后肌 或禁骨前肌过度活动 通常情况下 两块肌肉同时存在过度活动 在摆动向早期 内翻通常是由于 颈骨前肌原因 而在支撑向 内翻不稳定 通常是由于 颈骨后肌 及小腿三头肌 对于特定的内翻肌型 进行肌垫图检查确定 哪块肌肉 导致肌型 以及处于步态周期的 哪个实相 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 颈骨前肌分离转移数 的指针 是当运动学参数 证明存在 摆动向的内翻 和相对不足的 马蹄者区 基电图检查证实 存在支撑向 禁骨前肌活跃 以及摆动向 禁骨后肌 处于静息状态 持骨后肌 分离转移数的指针 是运动学参数 证实 在步态周期 支撑向 及摆动向 存在相对持续的 足内翻 及马蹄者区 基电图指标包括 在支撑向 及摆动向 禁骨后肌活动延长 当快速 牵身禁骨后肌时 一些患者 甚至表现为 阳性牵身反应 足底压力测绘系统 提供一种 有用的工具 来判定 脑瘫患而 内翻足基型 对于支撑向 足底压力模式 以及压力前进中心的影响 内翻足在手术干预前 可记录到 足外侧员的压力时间 积分脉冲增加 矫正手术后 足底压力模式的改变表明 足底压力测绘系统 可作为记录 治疗结果评估的 一种有用工具 外翻 与偏摊最常见的 马蹄内翻足相反 双摊的患而 最常见的足部问题 为外翻 通常与 马蹄者区 后足外翻 然后最终导致 中足塌陷有关 这件儿童表现为 支撑向的不稳定 足内侧部分塌陷 特别是在聚周关节上 以及足拇指外翻上 也可表现为 穿斜问题 随着年龄增长 最终会引起 行走时疼痛 如前所述 这的激情动乱发生在 骨骨前倾增加 和并颈骨向外扭转 增大的儿童 基电图结果 可能提示 肥骨长短肌活动增加 以及小腿三头肌的 活动增加 足底压力测量 在判定或儿足外翻的程度 以及记录手术干预后 改变程度方面 也有帮助 临床病例 脑瘫患儿 不太影响 肌力减弱 张力 筋鸾和关节软缩的 复杂性相互作用 导致患儿出现明显的 不太改变 下面的案例 在定义异常不太表现 确定潜在病因 以及产名合适的 治疗方案方面 都很好地说明了 量化布袋分析的作用 脑瘫 四岁五个月的男孩 因双侧足肩步行 即双下肢内旋就诊 换而穿戴 双侧AFO之巨 但每天摔倒 达20次 换而可以骑三轮车 爬楼梯 有步行约 0.8千米距离的耐力 拥有经验的骨骼医师 转诊而来 认为应该进行 双侧的跟腱延长数 体格检查发现 轻度的空关节曲曲蓝缩 以及双侧骨骨内旋增加 70度 锅脚60度 踝关节褶曲15度蓝缩 反射抗近 实验阳性 提示骨质基痙磷 步态分析 包括三维运动分析 和动态表面积电图 用来确定量化步态偏差 明确潜在的病因 使用面上的运动学数据表明在整个的步态周期 骨盆前倾增加 髋关节曲曲轻微增加 摆动向膝关节曲曲峰值减少 及延迟 以及 踝关节的褶曲 明显增加 冠状面积型包括 在支撑向骨盆倾斜增加 以及在整个步态周期中 内收增加 横颈面积型包括 骨骨内旋增加 激发于骨骨内旋的颈骨 向内扭转 以及向内偏的足前进角 机电图数据显示 整个步态周期的骨质机活跃 但 最重要的是 摆动向活动增加 整个步态周期 国外侧机活跃 很小 但活动持续异常的内收机活跃 大部分支撑向小腿三头机活跃 以及整个步态周期 静骨前机活跃 基于体格检查 评估步态录像 以及综合步态分析数据 该患儿可能需要如下处理 双色骨骨内翻的去旋转结果 在骨分源处 腰大肌延长 长手肌松节 远端内侧锅绳肌延长 骨质肌到半剑肌的转移 以及肥肠肌松节 尽管通过仔细的患儿体格检查 可能预判这些手术的一部分 但 一些手术如骨质肌的转移手术 则需要引进运动学 及肌链图数据来决定 术后一年 该患儿不再跌倒 而且可以踢足球和学习轮滑 运动学数据表明 所有的参数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脊髓脊膜蓬出 脊髓脊膜蓬出或脊柱裂 是由于随功闭合不全引起的残疾 受力程度可以从轻微的放射影像学异常 隐形脊柱裂 到整个脊髓未或覆盖 脊柱裂致命的 能够存活的患儿可能需要 神经外科的手术 闭合神经囊覆盖脊髓 所有的这些患儿将会有运动 及感觉缺陷 神经缺陷的程度 将由高位水平存在的功能决定 皮区及肌区的解剖知识 以及功能评估 可帮助检查者将患儿分类 通常的分类方法是根据最后运动 强度水平的完整程度 并且已经有很多发表的文章 使用这种方法 然而这个分类通常非对称性 且存在显著的观察者之间 以及观察者内部的可靠性问题 在过去的20年中 更实用的分类方法出现 主要分为胸型 高位腰椎型 低位腰椎型 以及底型 使用这种分类系统 可以洞察到脊髓 脊膜蓬出幻儿 面临的步态问题 胸型 极高位腰椎型幻儿 缺乏囤肌 鼓塞头肌 这趋肌 及被趋肌的肌肉活动 虽然这些幻儿 在使用支具 或助行器的情况下 能够行走 但是 大多数幻儿年龄到 10到12岁时 即停止行走 因为激发行走的能量 消耗太大 低位腰椎水平的幻儿 存在部分鼓塞头肌 内臊过程期激励 但臀肌 怀关节褶躯肌 以及怀关节背躯肌 没有功能 大多数的幻儿 可以终身行走 尽管存在明显的 步态异常 以及行走效率减低 随着评估 28例 低腰椎 L4和L5水平 和底椎水平的 脊髓脊膜蓬出幻儿 并从每个水平 对其鉴定 发现它们 步态异常的模式 与预测的相关肌肉 如宽外斩肌 小腿散头肌 颈骨前肌的肌肉 无力 步态相一致 通常的偏差 包括 在支撑项 髋关节外展时 骨盆倾斜 和旋转增加 以及持续整个 支撑项的膝关节区区 应用步态分析 评估 20例具有 摄趋性 步态水平的 幻儿的行走能力 这次幻儿 均为低位 腰椎水平 脊髓 脊膜蓬出 所有的受试者 存在单侧 髋关节脱位 或半脱位 一半的病例 存在单侧 髋关节区区 或内收软缩 而另一半病例 或存在 完全的髋关节 运动范围 或存在 髋关节 对称性软缩 单侧髋关节 区区软缩的 幻儿叫 髋关节没有 软缩 或对称性 软缩的幻儿 更有可能 存在 非对称性 步态模式 表明单侧 软缩 对步态 对称性影响 超过 脱位 或半脱位 因此 维持完全的 或对称性的 髋关节运动范围 尽力保证 步态的 对称性 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下位 腰椎形 脊髓 棚触触 幻儿 可以行走 但行走模式非常慢 且效率低下 比较有 辅助装置的步态 摆过步 或交替模式 与正常步态 参数的能量消耗 结果发现 与正常儿童 相关参数值比较 低位腰椎形 脊髓脊膜 蓬出幻儿 步速慢 并且能量消耗增加 此外 与摆过步的步态比较 交替步态模式 导致更慢 更低效率的运动 表面教导幻儿 使用交替步态模式的努力 可能最终会导致 减低幻儿的行走能力 脊髓脊膜蓬出 通常导致可预见的 肌肉无力 及步态偏差 行走速度减慢 以及减小的步行效率 是常见的不良后果 有些低位水平受累的幻儿 即底行或下腰椎行 通常在整个 医生中可以行走 而高位水平受累的幻儿 即上腰椎行 即胸行 通常是在年龄小 体重较轻的时候 可以行走 但随着幻儿 体重增加 和肌肉力量减弱的相互影响 限制了有意义的步态 往往会过渡到使用轮椅 结论 运动分析 身相诊断和研究结果的工具 可以被认为 类似于肌肉骨骼系统的 现代放射影像学技术 虽然很多 或大多数的儿童步态问题 可以通过系统的 视觉观察评估 和完善的临床检查评估 但有些问题需要借助于一些 或所有的现代运动分析 实验室数据 儿童步态 涉及神经控制 肌肉反应 以及骨与关节的运动 即便是最好的临床医师 仅仅靠单纯的观察 也不能轻易理解 其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尽管运动方式 对步态可获得大概的了解 但步态的微妙 细微差别 却难以获得 步态分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方法 记录治疗干预前后 儿童步态 理应被认为是 帮助临床医师 做出决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